大家好 今天谈一谈 现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 他们在伦理道德方面 大家是如何评判的 日前民进党强度观善 不管社会反对 硬是将国务拘要费 加以除罪化 这也是为陈水扁的贪污解套 民进党真的应该改名为 叫做贪污政党 回顾整体国务拘要费案 也就是在2005年 某大企业的副董事长 购买定价新台币150万的钻表 送给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做结婚贺礼 但是吴淑珍不喜欢这颗钻表 吴淑珍就拿去精品店 要换货 而且要打折 最终还是用发票 领请国务拘要费 但国务拘要费 应该用在公务上 岂能拿来买钻表 更扯的是陈水扁 所经手的国务拘要费 支出都不清楚 陈水扁一直在说 费用的支出 都是用在秘密外交 到最后被发现是中包私囊 也没有所谓的秘密外交 这不是贪污 是什么呢 陈水扁的贪污案 诈骗台湾人民的事实 就摆在眼前 但民进党对此充耳不稳 只会强力护航 说穿了 陈水扁是贪污诈骗犯 民进党就是同谋与帮凶 民进党没有拨乱反正的道德勇气 却为贪污诈骗犯 除罪 甘愿成为犯罪团伙的同盟 陈水扁就好比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某某 两人都是靠着坑蒙拐骗为生 近年来 郭发行了喜马拉雅币 近日又要推出平躺币 每个话题都十足 但是就是诈骗 郭在一场直播中表示 美国中国阿联酋三个国家正是把习币作为国家储备货币 而且习币马上就要看上十万美元一枚 真的是把习币夸上了天 但习币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没有一个国家给他发金融牌照 更没有一个国家协力来支持支付这个牌照 这是一个不能税限也不能买卖的所谓的币 毕竟货币发行是一种庞大的金融工程 没有国家的允许 没有金融机构的允许 没有大公司的介入 那都是一场空 所谓喜币仅仅是在嘴上 根本没有一家认可 这样的做法就跟诈骗集团是一模一样 而当陈水扁遇上了郭 两者之间一定有聊不完的话题 毕竟一个是在做政治欺骗 带领着民进党欺骗全体台湾人民 另一个是在做金融欺诈 卖给社会大众一个不吃钱的虚拟货币 但是该来的报应也一定会来 各种作家也只能是徒劳无功 白费功夫 历史是一面镜子 凡是坏事做尽 道德沦丧的人或者团体 有一天他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当民进党5月30日强行通过会计法第99条之一 修正案为陈水扁及国务局要费除罪 就是在台湾人的众目亏亏之下 把这个法案粗暴的践踏了 也为台湾的伦理道德写下了新的黑暗的一页 我们不仅要问蔡贾博士 目前民进党民主何去 进步何在 台湾清新形象也跟着彻底败坏 菲律宾日前由贪污独裁的马克思之子 小马克思当选总统 为此菲律宾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雷沙日前引用知名捷克作家米兰的话 说人类对抗权力的抗争 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战争 雷说我们遗忘了历史 这对菲律宾人民是一记警钟 雷沙的警钟一词应该唤醒台湾人民 民进党强行通过会计法 为陈水扁除罪 这段无良无德的历史 我们不能忘记 台湾人民要记住 民进党骗选票 欺负百姓的智慧 以为他们再怎么隐瞒 也可以得到选民的亲昧 或者骗得选票 赢得选票 再次执政 这次台湾人民眼睁睁的看着 民进党立委们仗着人多势众 强行通过此法 完全无视人民的观感 想做坏事就做 想干坏事就干 反正靠着做票可以当选 就能称霸四方 继续执政 谁能奈他蔡贾博士如何 必须注意的是 如果台湾人民一再纵容 轻放民进党这样的行径 让他们以为公理与是非 不过是一种参考词而已 只要讨好礼盲的群众 诱导乌枝的青年 狠骂中共 拉拢美日 力道欧帮 将这些外力整合起来 就可以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抗计中共 就可以胜卷在握 这是民进党的手法 而在选举上 民进党可以随意操纵选票 国民党无力可抗 共军无计可施 每日暗自助理 外销转内销 内销转外销 这种选与斗之间的选择 输赢全是靠中央来操作 执政后 再以中央吃掉地方 以总统之资 统领台湾社会 在连续做票选举胜选之后 民进党的支持力 每况一下 但是 民进党 无论如何 总是能够操纵选举的结果 欺骗善良大度的台湾人民 令人遗憾的是 通过会计法 为陈水扁 除罪这样的法案 是在将蔡家博士 以及民进党 推向更深的山谷 让台湾人民 不可思议的是 民进党 依然能够守住 南部的绿票 加上中部的选票 回到北部的主战场 也能够赢办 民进党认为 只要操纵好 年轻选票 挑起 赌烂蓝 讨伐国民党 踩低民众党 加上 坚固的基本盘 民进党 完全可以利用 骗 拐 诱 威胁等手段 将选票控制在手中 而获得选举的胜利 但是坏就坏在蔡家博士和民进党的选对会 每天沉溺于过去的大选胜选的模式 经过六年腐败的执政 许多人民都想不到 也看不到民进党的丑态 以及腐败 民进党通通的掩盖了那些不堪入目的劣迹 这次通过会计法为陈水扁除罪 民进党将因道德败坏 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